出现车祸意外 先来看到台北市永春捷运站前方 早上七点左右 一辆银色轿车 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 还打滑翻转了180度才停下来 撞击力道之大 车头几乎全会 左前轮还喷飞 幸好驾驶没有严重外伤 送医治疗没有大碍 出不了解驾驶原本要去上班 疑似疲劳驾驶才会酿活 银色轿车几乎整台被撞烂 仔细一看 左前轮被撞到喷飞出去 车头更是惨不忍睹 引擎盖被掀开 里头车体零件散落一地 现场一片狼藉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车子里面的人是清醒的 可是车子的话 它变成轮子整个断掉了 车头的话是猫进去 车祸就发生在台北市中校东路五段 永春捷运站前方 23号上午七点 黄兴驾驶正要去上班 但他却突然自撞一旁分隔岛 之后还打滑 翻转了180度才停下来 轿车车头整个被撞坏 但幸好驾驶没有受到严重外伤 警方初不了解 可能是疲劳驾驶酿的祸 当时车祸发生时间 在早上七点钟左右 肇事车辆自撞分隔岛 直接翻转180度停在路中央 当时正值上班时间 还导致交通一度堵塞 索性远景第一时间就到场 指挥交通 也立刻协助驾驶就医 肇事男子表示 只是要去上班 不晓得怎么会撞上分隔岛 警方研判 可能是疲劳恍神酿祸 但幸好人平安无事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谢谢林某侯正伦胡伟伦 台北采访报道